看完电影起个早 舒舒服服睡一讲 欢迎跟小主与梁远千锋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关于马东西麒麟臂的电影《冠军》 影片的开始 马叔在米国的一个酒吧当保安 阿文为了能够挣钱回国 于是怂恿马叔来赌一场万利比赛 马叔毫不费力就赢得了比赛 当阿文想要拿钱走人的时候 对方不让他们离开 双方打斗起来 让马叔丢了工作 随后马叔在一家超市里当起了保安 几个月后回到泡菜国的阿文打电话告诉马叔 泡菜国即将要举行一场大型万利决赛 希望马叔能够回来参加比赛 马叔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万利冠军梦 原来马叔从小被泡菜国的父母抛弃 被米国人收养 马叔由于比利金人在米国万利比赛上曾一度获得金牌 但由于他的身份一直被人排挤和诬告 还被协会除名 最后马叔拿起自己曾经的金牌回到了泡菜国 回国后 阿文带着马叔一起去游玩 因为马叔敦厚的长相被当成了吉祥物 要求一起拍照 还在酒吧里被人当成了保安 马叔坐在按摩椅上开心地向了孩子 随后他们一起来到饭店吃饭 马叔像没吃过饭一样一下吃了好几锅拌饭 看来泡菜拌饭是马叔的最爱 最后阿文送给了马叔一份回国礼物 亲生母亲的住址 第二天马叔按照母亲的地址找到小美的家 在楼梯上遇到了小美的两个孩子 当马叔向两个孩子询问家里的情况后 马叔并没有和小美说话 而是尴尬地看了小美一眼便离开了 因为参加万历比赛需要资金的支持 阿文找到了有钱的社长 希望他能够赞助马叔比赛 只见马叔一个人战胜了好几拨人 社长一看马叔也是个厉害的角 于是就决定拿马叔来挣点钱 阿文在社长的要求下一直交代马叔 第二场要输掉比赛 当马叔看到台下的小美时出了神 听成了今天就比赛两场 随后马叔在赢了第二场比赛之后就离开了 阿文觉得是小美影响了马叔 于是找到小美询问他和马叔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想到这时社长便叫来一帮人要收拾阿文 马叔看到后立马过来收拾了这一帮人 正在这时治安过来了 社长却血口喷人说他是受害者 马叔和阿文被抓到了警所 因为马叔没有带护照表明不了身份 可没想到治安也是个万历爱好者 马叔用一场万历比赛证明了自己 这时小美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警所 他告诉治安 马叔是他的哥哥 还将母亲和马叔的照片给治安看 随后治安便放了马叔 阿文觉得这样的团圆场面提到小美的家里做作 两个孩子对于这个力大无穷的舅舅特别的崇拜 当小男孩想要上厕所时 门打不开了 马叔一出手将整扇门都搬了下来 当马叔要离开的时候 遇到了来向小美要债的人 马叔为了避免要债的人再来骚扰 于是决定住了下来 这天晚上阿文带着两个孩子找到马叔 告诉他釜山游场职业选手的万历比赛 在阿文和两个孩子的鼓动下 小美领着两个孩子和他们一起来到了釜山 马叔在比赛时赢了泡菜国的职业万历冠军 令小美和两个孩子兴奋不已 他们一家人坐在海边吃饭 兄妹俩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马叔因为赢了万历冠军 因此也一夜成名 电视上不断播报马叔的神奇绅士和传奇万历 这天马叔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突然旁边坐着的小孩开始挑逗马叔 马叔展现自己的臂力来兜了他 却没想到一下把公交车的扶手给掰掉了 把小男孩吓得娃娃直哭 真是一个硬汉的情商 阿文再次来找社长 希望他能够投资马叔 可此时的社长已经找了另外一个万历选手 大胡子 大胡子还声称要手撕马叔 将阿文打了一顿之后赶走 马叔在两个孩子的帮助下在手机上看到了母亲生前给他留下的日记 原来小美是母亲的收养的打工女 当中母亲看小美带着两个孩子可怜便决定收养了他 可马叔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要抛弃他去养别人的孩子 随后小美带着马叔来到母亲的坟前 马叔在母亲的坟前拆穿了小美 不是他亲妹妹的身世 他觉得小美一直在欺骗他 而阿文也只是想拿他挣钱 而自己之前还傻傻地以为找到了家人找到了温暖 马叔在离开他们之后 在废旧的垃圾场偷偷地训练自己准备去参加比赛 而其他选手和大胡子也在不断地增强自己 在万历大赛的当天 两个孩子在电视上看到马叔 于是想要去找马叔给他鼓打气 马叔在赛场上一度战胜选手 而社长在赛场上下了重注 为了不让马叔成为他的阻碍 他拿出两翼想要收买马叔让他输掉比赛 可马叔只想用实力证明自己 而且他还答应孩子们要赢得最后的比赛 他要信守承诺 于是拒绝了社长这笔钱 最后在大胡子和马叔的最后之战时 大胡子故意脱手 想要掰伤马叔的大拇指 在最后的关头 马叔看到台下的小美和孩子们 想到他们曾经与自己握手时的鼓励和爱 马叔轻轻爆出咬牙战胜了大胡子 赢得了比赛的最后胜利 得到了金手臂奖杯 在最后的获奖感言时 马叔也打开心结 诉说着对母亲和家人的爱 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俗话说胳膊拗不过大腿 但当你看到马叔的麒麟臂 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在泡菜国盛产小奶狗的时代 马叔可谓是操得别具风格 好了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评断人生 我是梁云千锋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